用蠟筆畫出對下水道的想像 新北水利展開幕 吸引大批小朋友前來看展 透過趣味迷宮的方式 讓小朋友化身小水滴 走過雨水污水的奇幻旅程 更了解都市污水處理過程 颱風的防洪 這些怎麼樣做 現在的科技 有哪些可以用得上的 我們也是藉著這樣的展覽 來介紹給我們的社會大眾 以及我們的小朋友們 面對磅沃的大雨 治水與防汛的機制不可或缺 為了讓市民更了解 新北的水利建設 特展從7月1日 舉辦到7月31日 現場還特別與知名IP角色 柴雨露合作 現場還有闖關遊戲 是和大小朋友 一起來體驗水利建設的 翻轉與創新 光是這個污水下水道的 這個接管 我們這幾年 幾乎都是全台灣各縣市裡面 我們這個完成率最高的 有著超過400萬人 居住的新北市 生活污水與用水怎麼處理呢 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在這一個月來一探究竟 華新聞張介姐另外一新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